最近王一博好事连连 两部新剧放出预告片 同时成为某品牌啤酒的代言人 先是新剧理想照耀中国预告片 王一博中山庄造型曝光 获得网友的一致好评 以及万分期待 接着又一部新剧冰与火的预告出来了 王一博在该剧中饰演陈宇 是一名禁毒警察 硬汉形象悦然直上 还有一桩好事 就是王一博成为燕京啤酒代言人 本思甚是感动 因为一博在不断尝试 挑战自我中变得越来越好了 王一博在《理想照耀中国》中试验蒋仙云 演绎蒋仙云的传奇人生 在民族最苦难深重的时候 挽救民族危机 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的革命军人 而在《冰与火》中 王一博试验陈宇 是一名禁毒警察 他跟陈小时主演 主要讲述两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联手将坏人一网打尽 无论是《理想照耀中国》中的蒋仙云 还是《冰与火》中的陈宇 他们背负的都是伟大的使命 都是一身浩然正气的制服 都是为家伙寻光的人 都值得我们敬仰和爱戴 预告片一出来 粉丝们都按捺不住了 纷纷表示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 相信大家都是被王一博的演技所折服了 虽然在两部新剧中角色相似 可时代不同 历史背景不同 角色所追求的东西就不同 青年演员王一博从台词 只体语言到情绪变化的不同表达 做到了不同的区分 粉丝深切感受到了 大西再到台词 作为演员的一博一直在成长 不知道在拍戏时候受了多少苦 熬了多少夜 但这就是成果 有目共睹的成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融费目